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我們現在打一下7月的LV10 那這邊的話呢 帶大家用獸黑金尼路來做一個通關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的話呢 我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還有疑惑沒看清楚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我們先開左邊的組合技 好那開了之後呢 這邊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好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第二 好第二的話呢 尼路有無視減傷抗性 所以這邊我們直接正常大力轉就可以了 好當然能把C數拉高那是最好哦 好這邊就一樣帶過去 好接著第三 好第三我們就開普羅 好那我們這邊就抓普羅全版塗過去 OK 好接著第二條血好 好第二條血這邊我們開右邊尼路的技衣 好然後這邊我們等一下要疊水珠去轉五屬牆哦 你可以跟我畫面上一樣 先轉這個滿版過來 接著拉到最右邊 拉到最上面 好這樣子就會自然而然的疊到 五屬牆了 好那如果說沒有帶走的話沒關係哦 第二回我們就是手轉再一次就可以了 好 好尼路轉過去除了會變成 呃 添加為獸竹珠之外 也會變成強化 所以這個五屬牆不足為聚哦 好 OK 好來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一隻一隻去把他帶走哦 例如說如果你要帶走光的那一隻 好那你就要去 啊 跟著你要帶走火的那一隻 那你就要故意去手銷光珠哦 好那反之一然 我們就是一隻一隻去把他收掉 這樣子才不會 自爆過來一起死亡哦 好如果一起死 那就GG了 因為兩隻炸過來是60萬哦 我們血是撐不住的 好這邊先收一隻 好那另外一隻的話呢 一樣 這邊就是 不要手銷火 這個版面 漂亮 OK 好這邊掉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五 好第五我們可以開左邊泥路的飢餓 好那這邊等一下就是全版塗過去哦 好 OK 好這邊就帶走沒問題 好接著第六 好第六這邊的話呢 就是要轉隊7C兩次了 好那泥路好在不會被手電筒影響啦 所以這邊就慢慢去轉就可以了哦 泥路其實也有延長轉租時間11秒 好算蠻 蠻多的 可以慢慢嘗試 好這邊要再一次哦 好這樣子 好這樣子 好這樣子OK 好接著第二條血這邊的話呢我們就開右邊泥路的飢餓 好接著第二條血這邊的話呢我們就開右邊泥路的飢餓 好那這邊這邊的話就把中間的大力轉哦 呃對面有弱轉無效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塗光珠出來 我們就把能看到的珠子盡可能去轉一轉就可以了 好那普羅可以無視連擊相等 好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第7 好第7我們就開皇帝點墓 好來接著這邊的話呢我們開巨人 好那等下開上去之後就是大力轉哦 哦這個版面也太太糟糕了吧 好沒關係我們還是把它轉到哦 好 好那這邊兩隻猴子一起收掉 好接著第8 好第8我們開左邊泥路的飢餓 好那我們一樣全版塗過去哦 好泥路隊伍技消滿版可以直接無視數字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第2條血我們就開右邊泥路的飢餓 好那這樣呃等下等下一樣全版塗過去 然後總我們要去把龍科打開哦 然後最後把它放進格子 好因為這邊單卡要打16兆出去不容易哦 好那這邊的話呢龍科就是盡力去轉高分哦 好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第9 好第9這邊我們開左邊泥路的記憶 好然後這邊等一下就是不要去手銷到火珠哦 好那轉到這邊就把火珠用疊的 好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這邊就一樣帶過去 好這邊就一樣帶過去 好接著第10 好王一的話呢我們就先開右邊泥路的記憶 好拉這邊我們可以開皇帝然後我們點木跟光 好那這邊的話就把全版塗過去 然後那個珠子我們也可以盡可能去把它切開 對其實敵人血量同樣是不低啦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一個傷害比較大的輸出 好 好那這邊就帶過去 好那這邊就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2條血 好第2條血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去手轉滿版就可以了 他給你這個版面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6直行的滿版哦 你就去把它轉到位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說真的不太想轉珠 這邊我們可以開普羅 好然後我們就光起手把它塗成滿版 OK 好接著最後一條血我們就開左邊泥路的記憶 好來接著我們開普羅 好那這邊等一下可以塗5顆光出來 然後等一下轉完的時候呢我們去把龍科打開 好因為這邊敵人的血有18.4兆 那同樣這邊是只有一張卡可以輸出就是普羅米修斯 好那我們就是把龍科打開然後分數盡量拉高把傷害做一個最大化這樣子 好了那以上這邊的話呢就是獸黑金尼路過這個月 LV10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哦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白撲